东华大学艺创系合作 目前在台开新天堂乐园展出 维维艺毕业特展 展期到24号 三九位的学生将艺术创作的理念付诸于实现 从展览中的作品中 可以充分感受到 学生在创作历程中的诉求以及展现 翻转每一个没柴的呈现方式 东华大学艺创系近日在台开新天堂乐园展出 维维艺毕业特展 学生运用传统没柴的紫莲花 从创作概念中把生活的负面思绪 以紫莲花焚化的概念 转换概念来表达 呈现出当代日常无理图的作品 因为金纸算是一个 大家会比较忌讳的东西的吧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想要用一个黑色幽默的方式 把金纸带入生活中 就像是你骑摩托车的时候 你在找车位 那结果你找到一个车位 却发现你旁边的人停了车驻 你就会发现你根本进不去那里面 你就会觉得很生气 那时候就是 我就会把这种类似这样的事情画下来 意思就是金纸 你可以烧过去另外一个世界 就希望这种事情可以消失 我的作品叫做翻转日常 然后是细说系列 主要就是运用原子壁 然后透过扭转 还有翻转的一些方式 来呈现我日常生活中的风景 那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日常生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有趣 那有很多的小细节是我们经常会忽视掉的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画作跟更多人说 其实只要我们更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日常 日常生活也可以变得非常的有趣 台开信天堂乐园也希望透过这个展示的空间 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学生的新思维 指导师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毕业特展 让学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获得支持 在未来也能够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东方大学艺术创业产生学系 我们今年是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观点 所以非常鼓励学生从他们自己新时代的这个角度出发 选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材质去发展他们的这个创作 所以学生引缘了不同的比如传统的刺绣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民俗的纸巾 或者是一些这个版画方面的这些技术 然后引用到这个新时代的观点里面 变成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新的当代的这种创意的观点 那这个这一次的这些东西 这些作品也呈现在我们这一次的展场里面 然后呈现出这个不同的多元的这个风貌 以自由作为意志搭一座电梯 在生命中反复的框架里 用艺术舍己而上 在反复周折的向度里走出自我的渴望 为艺术而活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道